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非常难的事情 然后投妥苦行 他信奉的是苦行僧的那种 很多东西都不能够 他只能穿破的衣服 不能穿人家给的衣服等等 然后尊者舍利佛 舍利佛有个地方叫舍利子 在《新经》里面就是舍利子 讲过两次 舍利子是大智便财 很会讲话 智慧很高 然后大穆金莲是神通大力 后来中国传统就把穆金莲 舅母的故事 就怎么样再加以改编 就跟穆金莲有点关系 然后现在呢 然后再改一下就变成 这个地藏菩萨的故事 去到地狱去救人 西方有一个爱情故事 是到地狱去救人 就没有变成那样 他只救他的太太 然后那个县人就跟他说 不能回头啊 他说什么都不能回头 回头就没救了 他就实在是没办法 后来就回了头 就没救 所以这是一场 其实知道注定失败的一场努力 注定失败 我现在慢慢的 年纪大了一点 我现在知道很多事情 是注定失败的 唉 真是 人年纪大了 真没好处 好 阿那律陀 是天眼明测 这个 现在佛教也有人相信 有人有特殊才能 其中天眼通就是一个才能 能够看到远处的 我们一般人肉眼看不到的事情 有点像现在你在哪里 骇入人家的电脑 然后电脑从那镜头里面 可以看到你的 我自从知道这件事情以后 我的所有笔电的镜头 全部贴上黑布这样 我就很害怕 我在打字的时候 他说你好 吓死人 听说是可以做得到 更早的时候 那个学生在电机研究所 就说孙老师 你如果用iPhone的话 我可以完全知道你在干什么 只要你不关机 甚至你关机也没用 只要你不拿掉电池 我都知道你在干什么 你怎么知道 他就进入系统 然后就听到你 我说我没开机 你都听到他可以阿 我就等于在你身边 我就是 那手机就是我的确定器阿 我说你做得到 不是我做得到而已 我们电机器 在我这程度的人都做得到 后来他告诉我 那是真的 美国的PBS公共电视台 有一次在很早了 这不是手机发明 那么久的时候了 可能手机台刚出来 不多久的时候 就有 在几公里以内 他的那个 他完全可以听到 两个人在那边 他坐给你看 两个人在那边聊天 另外一人坐在 几公里以外的地方 听得一清二楚 仿如在现场 所以基础上是可能的 是他要不要做而已 所以 好 那这个尊者是二十一耳 这个他的名字就叫二十一耳 我都怀疑我打错了 表示他耳朵非常好 他是勇猛精进专情修行者 人家耳朵好 不是去窃听 人家耳朵好 是做别的事情去 另外这个叫陀标 是能为大众修工具者 供养的东西 他是一个能够修的修行 就是一个工匠 然后这个优婆利也是比较有名 他是通达律行 遵守律法很厉害 但是多闻种持 所以这个他对弟子都有这个说法 那他的儿子叫罗侯罗 我们上次说过有关儿子的问题 有三个儿子 但是第二个儿子不知道干嘛 第一个儿子显然对他有强烈的争恨 没办法 那这是第三个儿子 一切就是善持律行 守戒律 然后接下来就是提普达多 我们今天会稍微讲一下 上礼拜就看两本书 提普达多的 提普达多与众比丘的精确性 一切就是习重恶性 他们虽然出家人 但是他们学的是错误的 比丘常语戒与戒与戒和和 事故比丘当善分别 种种诸解 不要看人家出家人 你就认为是怎么样 出家人有好有坏 简单讲提普达多就不是好的 那等一下我们会介绍到提普达多 那这个大陆一个出家人叫洪学 他说出家地中只有随佛陀 而挣罗汉果的人就有一二五五人 我不知道这资料在哪里 而且罗汉果现在中央店可以买得到 喉咙不好的时候可以吃 所以常常这个佛教的名词 常常变成我们常常说 这种吃的东西 特别是广东人 真是爱开玩笑三包饭 好那男性弟子 还有女性弟子叫比丘 那个英文现在叫BQ BQ 那法拉第一 这是乔成如我们刚刚说的 他的修行好 那姓归第一 表示他是有钱人小孩 但也是出家修行 叫做加利豪陀子拔蹄 施吼第一 但声量比较大的 冰头炉 解脱 无想禅定 精进美因 所得 信心 幸运 失财 领重第一 交集第一 无病第一 记忆第一 教会比丘尼第一 还有教比丘第一的这些人 这都是佛陀里面有名的弟子 刚刚我们也在原点里面听到过 好 那这是另外一个大陆研究学者说 佛的弟子呢 开始只有五个人 叫吴比丘 其实商人也舍 商人也舍一次呢 就带了六十个门徒 大概就是他的员工 所以这就全 从六十五个人开始 其实从五个人开始 然后佛陀知识者 后来呢 有很多差地的大富豪 他学说代表的群众不眼而鱼 这是因为1982年 共产党还在比较僵化的思想之下 研究这个 当然要从阶级成分来看 然后共产党是无神论 所以对佛教呢 也是毫不留情的批评 所以他告诉你 这些都是有钱人宗教 他是有钱支持的 但他是一个修行宗教 所以你如果看到 他在台湾 你看到很多庙都修得非常漂亮 那不是佛陀的原意 那人家供养你 你就接受 其他人还是主要以修行为主 当然这有人就不喜欢这样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有人就是到三千去 不做这种像观光一样的寺庙的东西 好 那这个女性弟子就是比丘尼 这里面有问到说是否能够出家 这个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 因为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 这种知识我从来没有 没有人告诉我这件事情 那现在是一个性别是在社会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要特别提出来讲一下 不管我们个人的立场是什么 出家以后 政法必坏 不得久住 为什么 所以这个其实如果真有原因 有的可能在互动上面 有些可能在制度上面 有些在意识形态上面 如果你根本就看不起女人 那女人能够怎么样被蹂躏 那是 不是什么太值得关心的事情 但如果你觉得人人都平等 男女是平等的 那就不应该遭受这种非人的待遇 我想这我也讲过不止一遍 好 那这个说不欲听出家 是因为出家 人家男少女多 家业必坏 这我也不知道什么逻辑 男少女多家业必坏 出家法中 女人必坏政法 这是佛陀能守的观念 所以我想 就算他是佛陀 这个观念上面 也有很多跟我们现在不合的地方 佛陀可能还需要再精进 根据这个意思 能修半斤 其实最易可的 所以后来可以了 所以他是 原先是不可以 后来有点让步的 而让步的条件 就是要修五八禁法 好 这个是我们上次说过 佛陀也有十大女弟子 可以排行 我个人是觉得这种排行 是非常无聊的 如果家里哪天我挂了 记者一定要访问 实在没新闻 说那孙老师的十大男弟子是谁 反正我挂 还好我挂 如果再没挂 你要问我这个 我就把你赶出去 那孙老师 你十大女弟子是谁 那我现在记忆不好 当然记得都是前面的名字 你不会说 我上次修你三分课 那都假的 我都不愿意回答 你还愿意 那海上去抢干嘛呢 这也是有一个叫法拉第一的 薄荷波色波体 那是他的姨母 带他长大的人 智慧第一是这个人 神通第一 这是莲花色 就是讲不叫莲花色 说法第一也有 这里都有 所以这有十个 这是佛陀的十大女弟子 孔子就没有女弟子 所以佛陀对女性怎么样 毕竟最后他容纳女性 接纳女性 还有十大女弟子可以分 基督宗教也有女弟子 耶稣也有女弟子 穆罕默德也算有女弟子 苏格拉底没有 孔子也没有 你要怪就怪历史 好 那《相知尊者》的著作里面 列了十三个人 就不是十大女弟子了 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比一下 但是因为这些翻译 有的是音译 有的是意义 有时候音译又不太一样 所以有时候很难很难 去把它对照出来 除非你有语言上的优势 好那接下来讲的是 教团的分裂 常常从一个主持下来 学生之间 常常因为学到的东西不同 不管是根气的不同 还有背后有什么样的目的 或者什么信念 或者对于老师怎么样 所以当然会分化 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比如说应孙老师就说 世尊晚年从阿难出任逝者之后 就是他五十六岁以后 佛教就在内有阿难 外有摄利弗和穆坚连助理下 推行教化 所以有些助手 那这个助手 摄利弗和穆坚连两位 是在管外面的 阿难是他在旁边 也顺便服侍他的 所以阿难中内务 而一般的教化是由 摄利弗和穆坚连同心协力 这个大概是最好的组合 但是非常不幸的 在佛陀死之前或涅槃之前 穆坚连和摄利弗都分别过世了 这个故事好像一直都是这样 到孔子也是一样 孔子死之前 儿子先过世 然后呢 颜回过世 然后子禄过世 然后西兽霍林 然后说奇怪 怎么有一个怪兽出来被打死了 怪兽不在五月天里吗 怎么出来被打死了呢 对不起 因为他说我学生 我可以开大一下这个玩笑 所以孔子非常伤心难过 然后也死了 就觉得他的道带亡了 这个肯定孔子对自己 没有太大信心 他的道带没有亡 几千年后还在 这些东西都没有随着 他们当初主义的弟子 而存下来 都在不小心的时候 有些人继承的比 他那个主义的弟子还要好 所以我常常上课 我就无所谓 反正永远不知道 谁上这门课 或是没上这门课 或是看 课程录影的人 谁会继续把这门课 发扬光大 如果他值得的话 所以来上课 不来上课 相对无所谓 但是来上课 我非常感谢各位 我想如果都不来上课 我大概也就不必教书 我就直接在网路上讲 我是不会被打败的 这一点 好 你看 这里还说 摄立子比丘 也就是摄立佛 出诸范行 犹如生母 这是比较 这是佛都说的 穆尖连就是穆连 穆连比较就是穆尖连 长养朱范行 犹如养母 一个是生母 一个是养母 这个比喻很有意思 是以朱范行者 因供养恭敬礼拜 当作生母跟养母 用母亲来比喻 总比用父亲来比喻好 这一直是一个很奇特的 因为父亲 大家对父亲的感情 一般来说 不会像对母亲的感情 那么的深 会那么的接近 好 这是教团 还没分裂前 后来分裂主要是因为穆尖连的死 穆尖连是六世外道中 原来这两个人 舍利弗跟穆尖连是六世外道中 散若仪的弟子 结果佛头讲得更好 他就变成佛头的弟子 所以叫双贤弟子 两个好弟子 舍利弗比佛头年纪大 但是比佛头先死 穆尖连被裸行外道出来 这要拍成电影 这一定是 哇 就是一个森林 看起来很累 忽然间鸟兽都飞起来 鸟都飞起来 啪啪啪啪啪 就一个人往前跑 另外一个人往后追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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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 你再跑 你再不要跑 然后就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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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然后就 飙着涉水 然后就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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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我是不可以 也有点导演梦 你们就到这演 好 那教团分裂 就是大家设 不顺'd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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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 你要問問這個小小戒的事情你怎麼不問呢 什麼叫小小戒 因為當初的僧團人越來越多 所以人跟人相處又必須有些基本的規定 原來只有兩三個人你規定什麼呢 那現在有兩三百人 兩三千人你就得規定一下 所以佛陀後來就說 現在人那麼多了 我們小小戒就不要了 有一些犯的小戒算了 真的要逼著人過去吧 那到底要不要過去呢 他沒好好問 所以後面說你看你有機會你不問 這是你的錯 第二請佛度女人出家 那這在前面台說 你看都是你的錯 這些恨女者 所以你度女人出家就是你 沒有你就不會這樣 我們佛法就會多了五百年 都是你 不知道你哪有人家什麼好處 聽女人先禮置屋捨立 你還讓不遮女人禮 佛導致佛屋竹 這到底具體是什麼事情 我不知道 佛以今生是女人 自為提器屋竹 在前面有的故事 好像是有一個女的留了長頭髮 然後佛陀從哪進來 她就用長頭髮給她 墊在泥裡面 然後佛陀從她頭髮上走過去 不要汙的她的腳 這個耶穌的故事有點像 我實在不能想像 有一個人因為我沒穿鞋 然後就說 老師這我的頭髮 你就踩著我頭髮過去吧 我沒辦法想像這種事情的 但是顯然就是這樣 她覺得那樣的污染了佛的竹 連著不乾淨 女人是不乾淨的東西 連佛陀踩著不乾淨的東西 在頭髮上 可見這也是對於女人的一個歧視啊 不乾淨你是誰生的呀 你爸生的呀 你還不是你媽生的嗎 你媽不也女人嗎 常常這些人都不知道 好像沒父沒母這樣 以佛陰長相視女人 佛陰長相就是她的生殖器官 可以縮進去 她要給女人看啊 這不是性騷擾了嗎 這個問題很大現在 哪個時候下課 我說女同學來 老師有陰長相要不要看一看 我大概明天馬上 就佔據全版的新聞啊 對吧 這老師一定瘋了嘛 這哪有瘋啊 陰長相反正看不到啊 不請佛久住人間 佛要過世 又不敢留一下呀 你好歹說 佛你還沒講完呢 你怎麼又能走呢 再待一下 再待一個好不好 我們都還沒學夠了 你竟然連留都沒留 說慢走 哼 這也變成是理由 我跟你講 人要吵架 不怕找不到理由的 你要討厭一個人 也不怕找不到理由的 佛鎖水而不 佛說要喝水啊 你不給他呢 所以濁水共佛 另外一個 濁水比較有 聽起來比較像是該被指責的 他說他要水 你不讓他喝 除非他有狂犬病 照我們現在知道 不然的話 這真的是該罵呀 對吧 算是口渴 至少自己帶水啊 免得我跟你鎖水 你不讓我喝 對吧 至少是我有這個飲料 我有這個奶茶 為佛逢衣而逐捏 有人說洗衣而說什麼 然後逐捏是腳踩的 好像是這樣 反正這也是被 阿難被數落的地方 佛為所有對佛別說 什麼叫他犯他做 佛好像想到什麼 你休息一下 別再說了 你休息好了再說 結果就走啦 就嗝屁啦 你們的說法 然後命為逝者而出不願 說你當初 叫你當逝 你還不願意 連這也是啊 你看 這是佛教徒啊 如果佛教徒都這樣亂指責 你覺得現在三明亂講 你覺得有太大差別嗎 這還信佛呢 還跟佛走在一塊 罵人都還可以這麼麻煩 自己人呢 那你就不要太驚訝 現在罵那個 跟政治上完全跟你不同道的人 那佛教教團的分裂 大使這本書裡面有 部派分裂的記載 教團分裂的原因 其實有一些是跟階級有關 然後不同 另外有些跟這個地區的語言有關 這個所以他們用的語言不一樣 這個在誦經的時候 語言不一樣 也會有這個問題 像在台灣 有一些是用台語誦經的 有一些是用日語誦經的 有一些是用國語誦經的 所以也會不太一樣 雖然經典是一樣 所以這邊說佛滅以後 四種語言誦界就分成四派 這我大致說一下 所以其實從佛的立場來講 什麼語言都不重要啊 你只要把經典的正義 正確的意思講對了就好 但是人很奇怪 人有時候覺得我是什麼階級的 我可以跟你在一塊兒嗎 你是哪個鬆哪個算 尤其在印度是有種姓制度的 這個波羅門階級不跟其他人來往的 好 那這個異端 就是上次說的 要稍微講一下提伯達多 提伯達多有的名字叫調達 翻譯的時候 有的叫提伯達兜 有的叫蒂伯達兜 都是同一個人 然後佛告竊比丘說 二十王者 這個提伯達多的品裡面 則我身世 我那時候是王 他講了一個故事 先人呢就是提伯達多 由提伯達多善知識 善知識說他的知識很枉範 這是一個對人的一個尊稱 令我巨竹六波羅蜜 慈悲喜捨 就說我是因為提伯達多的關係 才獲得了六波羅蜜 就是禪定啊 忍辱啊布施啊這些東西 然後三十二相八十宗好 紫摩金色實力 五四無所謂 等等等等等等 都因為提伯達多善知識故 所以提伯達多跟佛陀的關係 至少從佛陀立場來看 是有正面的關係 不是只有負面的關係 當然很不幸的 因為後面的人 常常談事情的時候 都抓取其中一部 然後就把它講成好像是佛陀的天敵 我覺得這點真的有一點誇張 有點誇張 我看了幾本書 兩本書都會稍微有正面 跟比較平衡的說法 那一般的 這個蘭吉夫他整理了提伯達多的惡行 總共有幾點 第一個他用惡象害佛 就有一個大象 他給他吃了一個讓大象會發瘋的東西 然後大象在佛陀經過的時候就要害他 當然沒害死了 這叫惡象害佛 這是提伯達多搞的 提伯達多跟佛那麼接近 他真要害他 還需要搞一頭大象嗎 把口腔塗黏在他的椅子上面 然後坐下 卡著黏住 然後再怎麼樣弄他都行 應該有很多機會 第二個他顧著狀態來殺佛 當然也沒什麼 然後推石壓佛 有一天他知道佛陀會經過哪個地方 他就在上面 看到有一顆石頭 他就擔很大的石頭 不是小石 就把那時候推下去 希望把佛陀壓著 佛陀在走路的 他沒算好 提伯達多的那個數學也很好 對不對 你要算什麼速度跟什麼東西 腳步才能夠 沒壓死 他爪毒傷佛 殺蓮花色尼比丘 這個蓮花色尼比丘 是剛剛講的比丘尼裡面的一位 殺了他 然後因為他要害佛陀 然後結果好像被蓮花色尼比丘撞見了 覺得要殺人滅狗就把他殺了 這說自己的他惡行 還殺法師比丘尼 然後欲納耶穌陀螺為妻事 說你既然出家了 你不關你老婆 那你老婆就當我老婆 好 這簡單講是這樣 這是他的這個惡行 當然有替他辯解的了 說這個其實他沒那麼壞 其他有些東西都還有原因的 那有一些根本就是污衊 這個有不同的說法 好 那這個根據大陸這位佛學 出家人說 說有一次不適合摩尼佛率子 在這個地方 居善彌城 這可能叫善 對 居善彌城下安居 就是因為雨季 他們得待在室內 不但佛陀受到了信徒的曾經供養 就捨立佛目接連這些人 就佛弟子也都少管 迪伯達多沒有信徒請他因共 他誤以為是釋迦人安排故意等落他 所以對佛深深不滿 本系的老師都有蘋果吃 我就沒有 譬如說 我想怎麼了你們 老師你太胖了 你不一定要節食 所以我們就不給你吃蘋果了 或者應該講蛋糕好一點 就不給你吃蛋糕了 師父你好啊 心懷怨恨 我只能想到這種故事 第二 說提佛達多像 這個像是答錯了 向佛陀請求修學神通 你教我神通嘛 在天上飛來飛去 然後可以看到遠方 像這些 有些現在電腦就可以做得到 並請教士 釋迦佛沒有開始他如何學神通 釋迦摩利波會神通 也教別人神通 但就不教他 你不生氣嗎 只要他好好學 無常苦空無我之意 這剛好我們前面講過 你就學這個吧 我不要 我要學那個 我不教你 就這樣 所以他以為佛陀恐他修會神通 會超過佛陀 你怕我 比你更好 然後我就取代你低位了 呵呵呵呵 他還是這麼想 所以不願意教他法門 所以有時候人很怪 老師不教學人什麼 學人可能就覺得你藏了一手 所以你看我把講義全都放上去 你要超越我 那就天天念書吧 多一個天天念書的人也是不錯的事啊 所以你就超越我吧 我根本就不在乎這個事情 我就將前浪 長江後浪推前浪 你看 為什麼不是左水溪後浪推前浪呢 對不對 我們在台灣應該改成左水溪吧 當然後浪就沒水 就沒辦法推任何東西 好 長江後浪推前浪 前浪 前浪死在沙灘上 後來我還聽到另外一本說 沙灘全是奔壽浪 奔壽浪就是垃圾框的 所以千萬不要當前浪 哎呀 這個話都隨便說說 好 所以就不足以天人師 所以請社里佛跟穆堅連教他 老師不教 問大弟子 問學長 學長呢 就同樣的 他們只要說 哎呀呀 老師都不教你 我們也不敢教你啊 你就學這個 這個東西啊 勸他不要學神通 提伯達多以為他們也不肯教他 是對於他的嫉妒跟私心 怕我學了就變成大師兄了 對吧 哼 提伯達多就像阿奈 阿奈 有人說是實益家社 有個家社叫做實益 吐鲁斯以心聲 結果看在同胞兄弟 阿奈跟他是同胞兄弟 就告他修法 很快他就獲得成功 你看吧 我就是那麼聰明 唯一學就會 您不教我 不教我我就可以找到 所以提伯達多能不恨嗎 根據這個邏輯 跟一般人的長情 這絕對是 絕對是可能發生的事情 第三個原因 說是佛陀年紀已經超過了72歲 那時候 生團領導前來領導的問題 那佛陀多次表示 生團的領導要設立佛的墓間點來接替 為什麼沒有我呢 我那麼厲害 我學神通幾個禮拜就學會了 怎麼就不讓我來呢 我還是你的親戚呢 表弟呢 你這個人是怎樣 嫉妒我 羨慕我啊 我們也可以這樣想 所以這是 在立立生團 在佛教的生團 就叫破僧 就是破壞了生律的 生團的團體 這樣講 那立立生團的原因 所以這個裡面說 誤為佛道安排 所以對佛道不買 這當然基本上是一樣的 這個學神通 這當然也是一樣的 這是不是我重複了 這不就一模一樣的嗎 我當然瘋了 好 那提婆達多呢 其實真正的原因 在提婆達多所奉行的 跟佛陀教他的有一些不同 這是真正的原因 那一般叫做提婆無法 就是提婆達多要求的是苦行 佛陀要求的不是苦行 那我們說過苦行的頭陀行 又跟提婆達多略有不同 簡單講呢 就是第一個吃東西 進行壽就是一生 一生都要起食 你的吃東西全部是要乞討來的 這是苦行啊 所以你看他著份掃衣了 這是另外的說法 這個 這兩 我這個沒有 這三個順序寫 另外要著份掃衣 份掃衣就是補丁的衣服 就是這邊一塊那邊一塊 不能夠穿好的衣服 不能夠穿完整的衣服 都是要補丁的衣服 所以以前佛教有人穿百納衣 就是有一百片布拼成的衣服 你不能穿好衣服的 現在每個大和尚都穿很好的衣服 這對於苦行來講 這些人都不是真的修行者啊 不食酥跟鹽 鹽不能吃 酥的東西也不能吃 油炸的不能吃 這個像孫老師現在就是要少油少鹽 基本上我已經快接近苦行的五分之一了 份掃衣是不可能的 起食那是更不可能的 不食魚肉 所以你從這裡苦行就知道 佛陀並沒有不食魚肉 佛陀就人家給吃什麼 你就吃什麼 隨緣 我們說過中國人的和尚都姓氏 跟中國和尚或出家人都吃素 這跟兩五弟有關 這並不是佛陀本身就這樣 所以達賴喇嘛 這位藏傳佛教不吃素 日本的也不吃素 那只有中國的和尚吃素 我不知道印度或者西蘭的吃素 我不知道 這個我不能說太多 露座就是露天座 不能夠有彼藏的東西 所以這大概差不多 不同的書都是五個 大概略有不同 一個說要在樹下 要在樹下 然後這個也說吃藥 只有這個講吃藥 跟這裡面不同 其他都是十一柱的問題 所以他的要求是比較嚴格的 你像佛陀還有人 獻那麼大的好的房子給他 他在裡面講法 那對這些人來看 什麼樣啊 怎麼能修行是這樣 你這哪是修行啊 好 那這個另外一個叫夏金華的一個學者 他是上海社科學院 我最近看他 說有四一十二頭多形跟五度五方形 無法比較 無法就是剛剛講的那個 踢破五法跟十二頭多形 這個比較一下 這是他的表格 這不是我畫 以前我唸 在美國唸書的時候 我老師說你要用人家的表格 最好把它重算一遍 或重做一遍 根據你的需要 這樣子你就沒有完全 沒做什麼事 所以我的大部分表格都是重新做的 或者看了人家的表格 看了人家的文字敘述是我做的 這是我的方法 但是他這個表格實在做得太好了 我實在已經不能夠再改了 所以他是一 就是這樣 然後這個頭多形要避納一 但還有一生只有三套衣服 飲食是起食 就是這樣 然後這個頭多形講得更細 包括過五不時 這個沒有 那住處是樹架 他這個阿萊惹 就比較破的地方也可以 他很多的總監就是在墳墓裡面做 有人修墳墓的那個 我們大部分人不太敢去墳墓那裡 尤其晚上 除非清明節前後 藥呢 你要尺盲的 要承扶藥 那這個沒有 沒有講到藥的事情 他實在變得太好 實在沒辦法暫詞 所以就用了 好 好那孫陀律棒佛 這個我們上次有講 他原來他叫做靜炎 是個薄熙人 然後有一個人叫樂吳 這個辟知 就是一個修行人 然後他後來孫陀律毀謗他 為什麼毀謗他 對前世他強暴了他 沒有世外道 傅蘭那加社 是其中之一的 他強調的是什麼 那就是佛陀在聖靈修行的時候 強調人如果殺身 投到嫌疑妄語 不會有惡暴 我們通常都學得三包惡暴 所以告訴你不要做壞事 因為你這樣才會好 他告訴你 沒這回事 你就盡量殺吧 好人償命的很 壞人償命的很 好人犯人不償命 就告訴你這種 我們現在誰敢教這樣的 誰教這樣的 誰就是馬上就被家當舉報 然後就是老師思想的問題 這個人 傅蘭那加社就說這句話 人如果布施克己說真話這話大 他不會有善報的啊 除非你是像康德這樣的人 我做什麼好事 是因為我心中覺得該做 而不管他的後果 我就覺得該做 那你就不問後果了 那大部分人做的事情 有時候會考慮到後果 我說這樣好嗎 做這樣我會不會有善報或惡報 所以這個傅蘭那加社就說 沒有這回事 還知道沒有因沒有緣 所以佛教會剛剛講十二因緣 沒這回事 所以你看傅蘭那加社 然後呢 無因緣 從生有夠 無因無緣 眾生親近 這是他的一些主要 所以佛陀不太能接受這個事情 也有人像這個 你說你相信死後是有天堂地獄呢 還是死後就是斷滅了 就像燈一關 然後屋裡就黑了 現在如果你做調查 什麼樣的想法你都有 可是這都沒辦法證實 好 所以就看你的信仰問題 然後六四外道他也說 將人分為六種階級 黑生 青生 赤生 黃生 白生 聽起來像是這個彩色盤 最聖白生 這是不同的人 所以傅蘭那加社是這樣 然後另外這個人呢 叫做墨加黎 其取捨立 原來名字這樣 真的很難念 人生一切都是由命運決定的 個人一直行善都沒有意義 行善也是沒有意義的 但這是因為他個人決定 那是說不會有惡果 所以一樣 都說行善沒有意義 但是理由是不一樣 然後否認善惡因果報應 跟三世人為理論 這跟前面是一樣 你想佛陀不會相信這個呢 甚至我們現在很多人也不太能夠說 做壞事沒有惡報 有些真的做壞事 他大家相信這個才能做壞事吧 我們大家好好擺 我們要做壞事 心中都會覺得怪怪的 良心不安啊 對吧 所以如果你做壞事沒有良心不安 就是說他沒有guilty feeling 那有些人認為很多罪犯 那些殺人魔啊 或者連續殺手 他是沒有guilty feeling的 完全沒有 殺人不當一回事的 這跟我們大部分人是不一樣的 他反對波羅門教的壹罐 這罐子也錯了 打錯了 提倡的祭司的布施 你布施幹什麽 他不賺錢 他不賺東西 他幹嘛跟你要飯去給他吃啊 你要留著下一餐吃啊 然後反對這個布施 那布施是佛教六波羅蜜之一 主張實驗事務的根本要素是這個東西 認為是無因論 他又是宿命論 這個也很有意思 然後被認為是邪命外道 這當然你看他說是邪 也就表示這個是另外一派人對他說的 他是重要創始人 心命外道 這六四外道 第二個 第三個 阿其多赤色青波羅 我覺得這很像可以當成一個麵包的名字 你要不要來買阿其多赤色青波羅啊 波羅麵包嘛 簡稱 多好啊 老實顯然又是惡了 否認靈魂存在 沒這回事沒有靈魂 我們現在西方認為有靈魂 柏拉圖認為有靈魂 孔子比較沒有那麼明確的說有沒有靈魂 但是佛教基本上 還有很多人都相信基本上是有個靈魂的 那靈魂反而變成靈 靈魂又變成鬼 然後這個就衍生出不同的東西來 那這位世間是由這四大元素組成的 地水火蜂 然後被認為是印度唯古主義是順勢論的前驅 好 那這個簡單說是這樣 那第四個呢 叫佛佛陀加丹娜 它有七種要素 原來前面講四種 它講七種 七種要素不是創造的 也不創造任何東西 怎麼能不創造任何東西呢 或者沒被創造呢 這個我們很多人很難想像 連孫悟空都是在紅石頭裡蹦出來 很難說孫悟空的祖先是誰 孫悟空的子孫是誰 孫悟空對性一點興趣都沒有 有興趣的是豬八戒 對嗎 豬八戒看到女人就不得了 孫悟空根本就是 你也不知道他為什麼 超級沒有性慾 好 人的身體有這個因素構成 但他們還有間隙存在 所以有機的整體 如果用刀殺人 不傷害什麼生命 因為刀不過是要素之間的往返 並不真正能破壞因素 不像這個違反我們大部分人的常識 所以我刀殺了你 哪是你殺了你 就分子之間的移動而已嘛 好 好 這是六四外道第四個 第五個 三者也 皮羅尼子 這個 這個 應該念假了 你看這個都是假 在原文裡面 所以我們翻成者 大概念成者 它這個有兩個讀音 一個是念賭 一個是念者 這樣 它是不可知論者 當時有人為它有關世界的 有情無情 善樂果報等等 它都不回答有也不回答無 更不會回答義有義無 而才是這種 令人難以捉摸曖昧的態度 實際上對任何知識同行 都表示懷疑 基本上是一個懷疑論者 我念高中的時候 我基本上 我學到一個叫不可知論者 我高興的鑰匙 我覺得我就是不可知論者 agnosticism 我甚至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但是我覺得我找到了一個身份 他不主張積極修行 認為八萬節可以達到解脫 哎呀不必修行 就給你解脫 幹嘛一定得搞成那樣 啊不主張 經過八萬節就可以解脫 這就玩電動遊戲一樣 你玩到最後 反正你不過關 那公司會垮 所以他就送你過關 你幹嘛那麼努力呢 不必 就像說修課 修課你幹嘛做作業呢 那成績怎麼辦 成績就到時候 就跟孫老師掰嘛 說我這學期呢 失戀啊 孫老師是著名的愛情社會學的老師 失戀是可以不要交出報告的 你就跟他哭啊 講個故事給他聽啊 孫老師就聽完了 就說好吧 同學那我給你成績吧 千萬不要相信這故事 這不是真的 好 誰告訴你這故事 我不是 我只是轉述 誰告訴你這故事 你去找誰要的 法陀摩納的奇納教 奇納教叫Genism 他被稱為大雄 這個大雄 你們都很熟悉 跟小鈴鐺在一塊兒 這個大雄不是 印度的重要的 這個 被尊敬的人 都叫大雄 這個 我記得看到一個新聞 說佛光 不是 中台禪寺 在普利中台禪寺 蓋好了一個廟 蓋好了 非常華麗 然後那個廟呢 這個 有個大雄寶殿 就是佛陀在的地方 都叫大雄寶殿 就像公子在那裡 就叫大雄寶殿 大雄寶殿門口呢 就叼了一束小叮噹 十顆的 我看到照片 你可以上網查一下 中台禪寺小叮噹 或叫哆啦A夢 現在叫 然後那個報紙就說 因為有信徒 覺得在大雄寶殿 應該弄個哆啦A夢 我覺得超級幽默啊 所以就在那個佛陀 前面不是在大雄寶殿裡 在佛陀外面 有一尊石雕的 哆啦A夢 你上網查一下 我這是在上網新聞 我覺得超級可愛 哆啦A夢 我們嘉賓貓 沒跟任何神明 有任何關係 不然的話 就可以擺一個嘉賓貓 在那裡 現在很多人 不是很喜歡貓嗎 對 七之論法 就不知道講什麼 九弟說 就是他講的 擺脫術業的方法 就羞恥總統 折磨身體跟精神的苦行 打自己啊 印度到現在為止 還有一個人 舉著一隻手 永遠不放下來的 還有單腳站立的 在現在印度都還有 一生的頭髮都不剪的 然後就盤在上面 有一個印度電影 也是那個三個傻瓜 在中間那個男主角演的 我現在不記得叫什麼 反正那個電影 把印度宗教超級扯了一遍 你可以去看 超級好笑 包括那個人坐著 玄空坐著 是怎麼坐著 那是因為他有一個盤子 所以他一定要用不遮住 不遮住的話 他就露出馬腳 好 那佛經的結集 其實在一開始有說過 北傳佛教成人兩次結集 南傳佛教六次結集 每次結集 除了第一次 五百結集 是用五百個人 劉加社 劉加社 就是大家社 主持幽婆離 負責送律 他既也很好 阿奈送其余的法 又叫 因為在王舍城 叫王舍階級 又是因為上座部 上座部就是這些 社會階層比較高的 出家的比丘 所以上座部跟大眾部 一個是精英 一個是一般老百姓 所以這個還是有一個階級的問題 只是大家含蓄的說 所以這是有錢的出家人 他們所結集的 所以比較有教養 比較那個 然後七個月完成 然後洞窟外結集 就是那些排在外面的 買不到搖滾區票的 甚至買不到最貴票的在外面 那窟內結集是由大家社領導 然後拔坡領導的叫窟外結集 這不是一個洞 然後他在裡面 就是說他們在一個會場裡 跟在會場外 這不可能一個洞 塞下那麼多人 五百個人塞在一個洞裡 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好 所以這是第一次 第二次呢 得了七百人 是佛滅一百年後 所以跟著佛的人 大概都過世了 就像一百年後 要來整理我的課程筆記 那除非看錄影的 大概也沒幾個人活著那時候 當然我也沒那麼重要的 由黎佛多主持七百阿羅漢比丘 又成為皮舍黎結集 八個月完成 這個他有記載 但這個已經開始在整理的 就是戒律的部分 不是佛陀講的 佛陀講的那裡 大概都講難了 然後第二次結集是有導火線的 因為他們對於有十件事情 不同的派系之間的了解 是不一樣的 第一個就是腳炎鏡 說你要把那個炎 要放在腳氣中的這個小問題 也拿出來炒 第二指鏡 日影偏過正午兩個指頭 那時候這樣算 就是吃飽了還可以進食 就是過午能不能食的問題了 簡單講了 第三是他聚落鏡 你一食之後可以到另外一個聚落腹食 你這邊啟食完了沒吃飽 你可以到另外一個地方 說你這邊另外一個說 你這邊啟食完了 就不管吃多少了 不能再去啟了 一方面可能給別人留機會 一方面不要有口腹之欲太過滿 這不像我們熟識的人 吃到的一個小肚子出來 對吧 我要是女的一定一天到晚人家讓座 什麼時候生啊太太 我就乾脆說 不會生的胖肚子太太 我就比李克太太名字要長很多 對吧 那接下來 住處境 同一個教學 比求不必再一處不上 可不可以雲遊啊 還是大家有這個地盤的這個問題 簡單講是這樣 隨意會議處決時 宣布全部數據仍然有效 只要求著他們侍候的程序 這程序應該是打錯了 好 就認 這個開會的時候沒有來 可不可以侍候五千名啊 類似這樣 說習近可以隨順和和尚阿德利或者仙利 這仙利應該打錯了 怎麼會這樣 就說你能不能 這應該是比丘尼還是怎麼了 這我就不太懂了 現在乍看看不出來 生和和 就是不攪拌勁 可飲未經過攪拌去脂的牛乳 連的牛乳要不要攪拌 要怎麼樣都有規定 還有科威科沒有發酵或者半發酵的鹽汁 這個我看了 舌尖上中國才知道 中國大陸把這個字唸叫 我們都唸叫 他們一定要唸發酵 我們就叫發酵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很奇怪的 怎麼這個字會有那麼大差別呢 好 這鹽汁汁發酵 各位知道那個猶太人在過余夜節的時候 余夜節的時候 他吃的那個麵粉啊餅啊都是沒有發酵的 說為什麼沒有發酵 因為當時逃難啊 你等發酵還得等多久啊 所以乾脆麵粉還沒發酵就趕快去吃了 他那個現在 我們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你要買那種東西 都要有當地的rabbi簽名的 認可的 這是一個宗教上乾淨的食物 無緣俱作劇 逢製作劇 可不用貼邊隨意大小 它經營可以經受經營財幣 能不能接受人家供養啊 給你經營啊 出家人可不可以收受人家 簡單的供養啊 像這個就是 這些對於實現事情 大家看法不一樣 有爭議 所以才導致了結集這樣 希望能夠在律法上 這裡告訴你說 實施非法的野者長老為上座部 繼承著大家社和優婆有制定的規律 然後以佛教長老為中心的正統派 這是他們上座部 然後堅持十一、十四的比丘派成為大中夫 就是一般在起食的時候 為了適應起食的時候的這個方便 第三次叫千人結集 這是地區結 然後又叫華城結集 是九個月 但這個有人不承認有這個事情 然後最後第四到第五 第六 這都是後來的事情 那佛教生產組織 通常有這個 有一本書上有講 它有戒律 然後這個有印度戒律 還有中國的律中 就這樣來了 然後有僧觀制度 以前在中國歷史上 要度僧制度 還有僧級度蝶 你出家了 你要有一個證明 在中國歷史上 這個證明書叫做杜蝶 尤其是在打仗的時候 你說你是和尚 我怎麼知道你是真和尚 還是你把和尚的衣服扒上來 往自己身上泡 你要拿出杜蝶 證明你真的是和尚 我不知道現在和尚出家是不是有呢 身份證有註記 和和尚 我就不知道了 寺院經濟 那這個有的寺院是靠供養的 有的寺院是靠自己做 自己種東西 因為在禪宗裡面 好像是有一個哪個著名的法師 說一日不做就一日不死 所以要自食其利 不能靠別人供養 這個是不同的 那有的寺廟經濟就很盛 到現在為止 台灣的寺廟 不管是道教的民間信仰佛教 那個樂捐都是不得了的 那個捐獻箱 叫功德箱 它不叫捐獻箱 就你捐了錢你是在累積功德 而不是說donation 那就太難聽了 所以你是累積功德 你捐獻多 神明都看到了 你就會有越好命 所以很多人就用這種方式 擺葬清規了 赤修擺葬清規 然後還有叢林組織 就是那些廟 通常都在山裡面 所以叫叢林 然後住持 住持怎麼退位 怎麼產生 住持要做什麼事 後來都有規定 意識規則 那叫解磨 然後這個檢點行為的集會 所以佛教成為一個團體以後 還是有很多事情跟人類的 跟其他的人群一樣 都必須有這些規定 還有普遍勞動制 犯戒要怎麼懲罰 遺產要怎麼處理 所以出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你說我出家就是修行 那個修行還包括你跟其他 先前出家的人的修行 歸一要不要三歸一 歸一佛歸一法歸一僧 還有五戒 然後三團傳戒儀式 那是有個儀式的 不是你就出家了 你就到那家 師父出家 你給我剃肚吧 你就跪下來 然後師父就 頭髮頂了 好吧那你就從明天開始 找院子 不是這麼簡單的 還有四月組織 生日生活 那這個根據大陸一個學者 陳冰的 這比較早的書 佛教說佛有吉祥日 吉祥日是哪一天 佛歡喜日啊 四月初八 佛誕日啊 這都是規定的 中國佛教會說是 九九年 九零年規定佛吉祥日 是四月十五日 這裡面 世界佛教規定的事 也是四月十五日 那後來他們也就跟著說 好吧那就這樣 有時候中國大陸會遵循其他宗教的做法 有時候不會 所以它有不同的那個 好那裕佛節跟著佛誕節 這藏傳的 漢傳是四月初八 藏傳是四月十五 日本佛教叫花節 然後世界佛樂會呢 是在五月的月圓日 所以你看到佛的什麼時候生 那其實某種程度不太重要 我什麼時候要紀念它 所以紀念常常的意義只是一個樣子 說是它生日 其實不像我們現在對於生日 都有比較完整的精確的記載 這樣 還有對於它廢捨卻日 這個不同的說法 那佛出家節 就是說二月初八半夜出家 漢傳佛教就定了二月初八日 那是印度的二月初八日 印度的日子又不太清楚 所以漢傳還能確定那是出家日 我也很佩服 反正就是一個紀念 節日不必講太多道理 然後成道節 佛頭放棄修行的那一天 漢傳佛教成道節 主舟共佛 你知道有些人吃粥 胃霜會很多 有些人沒問題 轉法輪節 就是它開始出來說法 每年七月的月圓日 南傳佛教 這是佛頭在鹿眼院的說法 然後天降節的藏傳有這個名字 涅槃節它什麼時候過世的 漢傳佛教定在印度的二月十五日 日本呢定為陽曆二月十五日 佛要死幾次啊 是佛連成五月月圓的時候 所以這應該算紀念日就好 它不一定表示它在那天出生 好了那這個聖日崇拜 還有母一樂佛菩薩聖誕 從正月初一二月十八二月十五 這樣排下來 每個月大概都有一個生日 那還有十災日 初一要理定光佛 初八理要是佛 十四理理菩仙菩薩 十五要理 南彌陀佛 十八要理誰這樣 這個現在有電腦就比較方便 以前沒電腦 老太太全部都記得 連吃災日是這樣吃 她都記得 我都好佩服 你們怎麼記得這些日子呢 完全不是以七為倍數的啊 對吧 太厲害了 所以有人信仰的力量是不能想像 余蘭盆節 余蘭盆節就是我們所謂中元節 或簡稱鬼節 這是從范雨來的 是雲底七月十五 那梁武帝的時候開始設的 所以之前並沒有這個節日 你說孔子紀念余蘭盆節 那你就是亂搞了 唐代盛進到民間 希望能夠解析 先王道循之苦 是假定那些人死了 都是被吊著的 所以日本人 從唐代就學了這個余蘭盆節 所以在日本呢 也有余蘭盆節 叫Bone Festival 就是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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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放水燈啊什麼的 然後穿著那個浴衣啊 然後去捞魚啊 然後放煙火啊 你看到的是這樣 那聖地崇拜 就是阿育王晚年 拜佛教士的聖地 這個其實在佛陀死的時候 交代阿難也 是這四個地方要紀念 一個是他誕生的地方 叫加匪而未成 成道的地方叫加也 現在叫菩提加也 接下來叫波斯奈成 就是轉法輪的地方 或者叫路也月 然後基斯納加佛陀涅潘的地方 這個是跟四道成相有關 就是他的四個地方 然後聖武崇拜佛谷 唐朝韓裕就寫了一篇 劍營佛谷表 不能做這事兒 後來2002年 法門寺的佛寺設立來台灣 就在那個 小雞蛋 台大小雞蛋 那個當時也有人 引出了韓裕的劍營佛谷表 但是台灣現在佛教的太多了 反正他還不給你鬧 他就來了 然後很多人就排隊 出家人、在家人、信仰 全部都去拜 你在網上看到的圖片 佛教徒少數比較兇 會跟你回應、回嗆 大部分人都不出聲 你說你的我做我的 我覺得佛教徒 其實真的在這點修養上 是非常高的 佛牙 2022年2月的佛牙奈臺風波 佛捨立 佛滅後八分捨立 在印度 比如說 可是這種崇拜 真的每個宗教 是不太一樣的 那佛頭的法相 我上回帶了出來 比如說他有肉祭 那個到底是肉祭 它有一個突出來 那不是他的頭髮 那是他的肉祭 可是誇張的 那其他卷卷的是羅法 你在聖歌傳裡面也看到 所以那是羅法 白過相 兩眉之間有一顆白眉毛 那有人後來就衍生出他的所謂第三隻眼 那第三隻眼是在中國奉身棒裡面 是楊二郎有的第三隻眼 可以看到 第三隻眼開了 那就已經離開到不行了 然後佛陀都放上 雙眼微真面目進必然想 因為佛像很大 很少小佛像 所以佛陀都是往下看的 所以你是這樣往上看的 那些佛像很大 像魏吉南美朝那些佛像 在持教 都是高到不知道多高 所以就有這種 他俯瞰著你 你這樣子 然後你就小一點佛像也是一樣 所以有人認為 這是佛陀 觀照自己的一個形象的表現 他不會去責怪別人 佛陀就是觀照自己 有一種說法這樣 雙耳垂肩 跟劉備差不多 我小時候也被認為 我的命很好 因為我耳朵很大 你可以看到 還沒到錘尖的地步 如果裝幾個錘子 我大概有一天就錘尖了 可以有什麼意思呢 上面錘尖的命很好 身穿袈裟 持波 那現在有的佛像沒有持波 就是他的手印不一樣 截伏加座 還有截祥摩印 你看他的手 一個是這樣 一個是這樣 那有的時候他是兩手盤 盤坐在中間的 還有蓮花座 佛一定坐在蓮花座上 所以這不是坐在椅子上的 孔子就通常站著 孔子最慘 有孔子以後 我們所有老師都站著 這個是很慘的事情 因為中國古代沒有椅子 中國有椅子 現在以前叫胡床 好像是唐朝和宋朝以後 才傳入中文 好 這就是佛頭的像 照著這個 你看他的手 這個現在有人叫蓮花紙 這些是有佛教象徵的意義 還有他扁平竹 所以他的腳是平的 在台灣是不能當兵的 你看他的頭 這個大概是一個佛像的 幾乎一看你就知道 他是個佛像 這個佛沒那麼胖 我覺得大部分的佛像還胖一點 然後這裡有什麼佛頭的坐姿 有這樣做垂足正立行走 吉祥臥 聖歌傳一開始就是吉祥臥 長什麼樣呢 這個就是不同樣子 佛頭坐著的 你看兩腿盤的 這個現在叫雙盤 這個的戰人 他手有的被割掉拿去賣 這邊特別要畫給你看 好 這就是吉祥臥 我們創了所謂的臥佛 北京有個臥佛寺 我去了不准照相 我能在外面照 我不能拿照相機照佛頭 說那樣不尊敬 我想 噗 你就收錢吧 什麼叫不尊敬 我就遠遠的照 照我自己 後面那個 我再用光線在那裡 調一調也可以看得出來 握佛 佛在睡覺 這就是聖歌傳一開始 就這樣以為他逆籃了 你看他的手 一個是往下 是這樣子的 一個是拉著自己 他的手的方式非常的多 比教父 孔子 孔子沒有手 那他的這個手印 這個就是他手的這個 這現在有些藏傳的人 對於這個手印非常講究 因為可以開域呢 可以幹嘛 你看這兩隻手 可以玩得非常多的 你看這裡面 包括佛陀的這個手 擺哪裡 怎麼擺 這都有他的意義 這樣子 這順便介紹一下 那這堂課 這個部分 就要再用 那這堂課 那這堂課 這 Warriors 給予estens 就可以了 促進